观音高中第五届壁展结合了其他科对于多媒体的看法 以到底在忙什么为创作理念 共有21组学生的作品 分别为立体书组、动画组、影视类组及平面设计相关组别 同学们利用三年所学习到的知识 将作品发想与创意呈现出来 观音高中校长在台上致辞 展开了第五届多媒体动画科的成果展 邀请各大学教授参加这次成果展 同学现场表演美妙的声音让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我们主题是到底忙什么 那非常多的注重是在他们的平常学习的表现 那他们非常的勤于在自己的学习 不管是夜间或者是午休时间 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跟策略联盟的几所大学 以及北中部的所有关于树媒系的 就是多媒体设计的或者是数位媒体设计 这些学系的校院呢能够做连结 那邀请了大概十多所的大学校院 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学生的展演 那也让学生的表现 可以跟未来的这个大学进入 能够做接轨 然后未来跟产学合作做一个连结 教授们在摊位上给予同学意见 透过一对一的沟通 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希望能成为下次创作的动力 并且给予学生专业的建议 让学生不只局限自己的想法 多吸取更多建议 让未来的作品可以更好 专题的话就让学生们自己去选组 有些学生选择做游戏 然后有些学生选择做动画 那也有其他立体类的 就是未来的方向 就是他们能够去到动画界 或是游戏界 能够为这些产业去做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玩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同时能回想起说 他们过去忘掉那些记忆 其实是令他们成长的 让他们整个就是能力部分 都是有价值上面的 所以我希望玩家玩后 会去思考说 他们有忘掉哪些重要的记忆 请把它找回来这样子 在成果展中 除了展现自己的作品之外 还能够吸取别人的经验 透过产业相关人士及教授的参与 让学生们能够互相比较学习 桃园有线新闻泛洋服务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